尊敬的各位老师 尊敬的各位同学们大家好 请掀开圣学根之根 百家姓 我们从第一册 第五十三页 第四行开始看起 七谢周日 上一节课 我们学习到谢姓 那么了解到谢姓 他的历史渊源 以及他的唐号 谢姓 他主要的来源 一个是出自于任性 那么他会分为 黄帝的后代 以及 炎帝的后代 这两只 皇帝 他一共是有二十五个儿子 其中第七个儿子 姓任 任姓 总共建立了十个国家 其中第一个国家 就是谢国 在西周末年 在西周末年 周宣 把他的舅舅 申伯就封在谢这个地方 在申伯就任之前 周宣王派人 灭掉了任姓谢国 所以任姓的谢国 有一部分的人 就以谢这个国民 作为自己的姓氏 申伯 他来到这个地方就任之后 他建立了申伯 后来申伯被楚国灭掉了 那么居住在谢义当中的人们 有一部分人就把谢义 这个地方的名称 作为自己的姓氏 那么因为周宣王 他的舅舅申伯是江姓 他是炎帝的后代 所以谢姓就有分出了两只 一个是皇帝的后代 另外一只则是炎帝的后代 有这样的差别 那么有一部分人呢 还是出自于少数民族的姓氏 改姓而来的 比如显杯族 直乐是有人改姓谢 谢秋是也有人改姓谢 好 那么关于谢氏家族的堂号 我们上次给大家介绍过安靖堂 以及陈流快姬 陈流快姬 这就是以谢氏家族的郡旺作为堂号 陈流郡 快姬郡 其中快姬郡是在唐朝初年设置的 他所在地呢 在吴 这个吴就是我们今天江苏省的苏州市 到了东汉时期 就把智所移到了山音 山音就是在今天浙江的绍兴 好 所以我们看到快姬这个地名啊 一般呢 都会把它认定为是绍兴 那么在谢氏家族 迎连当中 我们上一节课有跟大家介绍过 这个迎连就有谈到乌依旺族 凤与明流 就是谢氏家族啊 在南北朝时期 他是非常兴旺的 并且成为了天下最为著名的家族之一 有许多的名人都是出自于谢氏家族 所以我们读到刘雨昕的这首诗 旧时王谢唐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这里的王谢就是指的当时的大家族 这里面就包括谢氏家族 所以乌依旺族 东晋南朝时期的谢氏家族 他们是居住在乌依像 这个乌依像就是现在的江苏南京 凤与明流 这个凤与明流啊 讲的就是南朝宋这个时期的一位著名的诗人 叫做谢灵韵 那么昨天我们还有跟大家讲过另外一幅对联 江左称风流宰相 城门众道学先生 那么这里所讲的风流宰相 所指的就是东晋的宰相谢氨 因为他每次游宴的时候一定会带着歌迹 所以当时的人们就称他为风流宰相 我们看在旺信同谱当中啊 对于谢氨 他的介绍是比较详尽的 谢氨 自安石 是阳下人 就是陈骏的阳下 陈骏的阳下 是在今天的河南太康这一带 他是东晋时期一位非常著名的政治家 那么他小年少的时候啊 以清潭之名 这个清潭这个风气啊 在两进三国两进南北朝 这个时期有许多的文人啊 都非常崇尚清潭 所以朝廷有多次呢 都希望请他来做官 可是他并不想那么早就出名 那么早就到朝廷里面啊 去任职 所以他一直隐居在快基郡 山音县的东山 这个东山啊 我们听过一个成语 叫做东山再起 这个东山再起就跟谢安有关 比如说谢氏家族 还有另外一个专用迎联啊 叫做诗诗神奇呼梦西唐清草 这个是上联 上联讲的还是 南宋的诗人 南朝宋的诗人谢灵渝 那么夏莲是志趣高尚 醉卧东山白云 夏莲所讲的则是谢安 因为他年少的时候啊 这里说醉卧东山白云 白云指的就是他在东山 这一带隐居 因为他小时候啊 从年少的时候就非常向往隐居的生活 他曾经在快基 也就是今天的绍兴 浙江绍兴的东山 在那里每天赏风银月 卧这个看青山 卧白云过着非常悠然自得的生活 你想陶醉在大自然的这种美好的环境里面 对于朝廷 对于朝廷征召他去做官的这种邀请 他一直都没有接受 就在那里跟王羲之 这些文人默克啊 每天都游山玩水 吟师做父 并且写书法 同时呢 谢安也非常注重教育谢氏家族的子弟 你看他拒绝朝廷的任命 他就可以在家里好好地教导下一代 这是一个读书人啊 非常向往的生活 那么当时就有人跟他说啊 说了这样一句话 说安时不起 这个安时就是谢安的字 说谢安如果不出来担任朝廷的官员的话 当如苍生和天下的苍生百姓 他们就没有过 没有办法过上幸福的生活啊 那么到了后来 谢氏家族在朝廷当中 这个势力啊越来越弱 于是谢安 他到了四十多岁的时候 才开始东山再起 担任环温的正希司马这个官职 那么后来他又不断的这个历任在不同的岗位啊 历任不同的官职啊 包括吴兴 吴兴的太守 还担任过历部尚书 中护军等这些官职 那么最开始环温对他是非常的器重的 那么到了 那么到了 闲安二年 这个时候进简文帝过世了 于是谢安跟王坦之 当时他们发现环温有篡位的意图 所以他们起来挫败了他篡位的意图之后 并且在他过世之后就和王标之共同辅佐朝廷的朝政 那么谢安在担任宰相的期间 最著名的一件事情就是肥水之战 他以少胜多打败了福坚 因为福坚在向东晋进军的时候 当时东晋的军队只有八万人 可是前秦福坚的军队呢 却有上百万 号称上百万之多 所以福坚在这场战役当中 他是非常有信心 认为呢 他完全是可以挫败晋朝的统治的 晋朝的军队 那么在这里衍生出许多著名的成语 比如说头鞭断流草木皆兵 还有风生鹤类 都是在风生鹤立 这都是在肥水之战当中 衍生出来的成语 你看头鞭断流 就是当时呢 秦王福坚想要攻打东晋的时候 他的大臣都劝谏他不要出兵 但是福坚很自信 为什么呢 他认为他有士兵九十七万人 那么即使他们在进攻的时候 东晋虽然他有地理的优势 就是他有长江天险的阻隔 那么当然这个也是前秦的臣子 不同意福坚出兵打仗的原因 但是福坚却认为说 我有九十七万的士兵 每个人投鞭于江 就是把手上的鞭扔到了长江里 都能把长江的水流把它截断 我还怕什么呢 他就是太自信了 所以他还是坚持要打这场战争 那么在这场战争当中 谢安就是东晋的总指挥 那么最终这场战役呢 在谢安这个气定神贤的 跟着客人下围棋的过程当中 就打了胜仗 而且是以少胜多的战争 当时谢安在战争开始的时候 还在跟客人悠闲自在的下着围棋 到了后来谢玄把这个福坚打败的 这个消息传过来之后 那么谢安还是气定神玄的 继续下棋 脸上也看不出非常欢喜的神色 我们想想看 这个双方的这种兵力悬殊之大 这在历史上也是非常罕见的 所以是一个以少胜多的 一个著名的战役 这个就是肥水之战 而在这个战役当中 谢安他是显示出了他那种 沉着而冷静的宰相的气度 所以他下着围棋 前方的捷报送来之后 他还是神色自若的继续下棋 结果这跟他下棋的客人坐不住了 就赶紧问了 说到底前方的战士打得怎么样了 然后谢安呢 他就神态自如的慢慢的回答 他说啊 哎呀我们这些晚辈啊 已经把对方的军队打败了 就显示出他那种气定神闲的气度 结果等到整个战争结束之后 这个 因为当然这个故事也是非常有趣啊 这里面啊 有刚刚跟大家介绍 有衍生出很多历史著名的成语 草木皆兵和风声鹤类 都是在这场战争当中的典故 因为福坚他特别自信啊 来这个进攻东晋 可是呢 在这个过程当中 他看到前面有风吹草动啊 福坚以为全部都是晋朝的军队 因为那个八宫山上面的这个草木啊 长得都很像人的形状 所以福坚就觉得很奇怪 说他们的对方的士兵人数那么少 可是我从这里看上去 好像他们的部队的人数是非常非常多的 所以他就感到非常的害怕 那么到后来福坚他率领士兵在肥水列镇 跟东晋的军队对抗的时候 谢玄就以八千的精兵渡水来还击他 最后把前勤的军队打败了 这个时候呢 这个福坚的士兵就听到风声和 先鹤的鸣叫的声音 他就以为说对方的军队啊 又打过来了 这个就是风声鹤类的故事 所以在这次以少胜多的战役当中 作为东晋的总指挥 谢安他体现出了他的一种非常 这个气定神贤的气度 可是等到最后战争结束的时候 因为他心里太高兴了 走过了这个门槛啊 走过门槛的时候 还不小心呢 把这个鞋子把它踩断了 这是体现出他虽然外表上看起来很平静啊 实际上他内心里面啊 对于这个战士他还是内心非常紧张的啊 那么谢安他担任宰相的时候啊 他有许多过人之处 除了像刚刚说的 在战争当中 他能保持一种特别冷静的 稳定的态度之外呢 他还有一个特质 就是他知人善任 什么人适合用 什么人不适合用 他是心知肚明的 比如说他曾经怀疑 刘劳之 这个人呢 不可独认 并且他又知道说 这个 是刘劳 那么又知道说王玉啊 不以专程 就是 在任人用人的时候 他已经非常了解这个人可以用 以及可以用到什么程度 这是作为一个宰相应该具有的特质 在他身上呢 也是非常明显的体现出来 那么后来呢 都被他说中了 那么虽然谢安啊 被朝廷 在朝廷里面担任宰相的职务 但是呢 其实他内心里面还是非常怀念当年在东山隐居的这种志向 就是作为一个读书人 一个有能力有才干的人 虽然做宰相啊 是每个人都非常向往的职位 可是他的内心还是向往着隐居的生活 就有一次呢 他生病 而且病得很重 结果他就对身边的人就说啊 说桓文还在世的时候 无常聚不全 那么他病重 就是谢安在病重的时候 有一天他就做了一个梦 他就梦到呢 他坐着环温的车 走了十六里的路 然后见到一只白鸡就停下来 那么他解释这个梦的意思就是说 他坐着环温的车 表示呢将来他代替了环温的位置 那么走了十六里 这是他的梦境啊 走了十六里 也就是说呢 他担任载官啊 在朝廷任官 要任十六年的时间 见一白鸡而止 见到一只白色的公鸡就停住了 这是代表什么呢 白鸡足有 那么当谢安重病的这一年呢 太岁啊再有 所以他就预料到他这次生病啊 可能是不会好 于是呢 他就给朝廷就写了一个书文 于是呢 就在这一年当中 他就过世了 过世的时候 他是六十六岁 后来朝廷追赠他为太傅和卢林郡公 他的嗜好叫文静 那么谢安 他本身是一个很有德行 也很有才干的人 对于书法和音乐 艺术方面呢 都特别擅长 他本身的性情 也是显雅而温和 处理事情的时候非常公正 而且能够善于决断 在他任职的期间 他也不会结党 营私 也不会专权 甚至于做宰官 他很有宰相的气度 遇到一些事情 在处理国家的大事 他不会鞠躬自傲 那么他治国的方面呢 是以儒家和道家的学说 来作为指导 同时呢 因为谢氏家族在当时的这个时代 是一个名门望族 所以他在处理事情的时候 也体现出了一个大家族的风范 比如说他决断和处理国家大事 往往是可以做到雇权大局 比如当家族的利益和国家的利益 产生一些矛盾的时候 他会以家族的利益来服从 靖朝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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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朝 那么在万幸同埔当中我们还举了三个代表人物 一位是谢玄 谢玄大家刚刚在飞水之战当中就看到 他的在这场战役当中为东晋的朝廷立下了战功 那么他谢玄呢就是谢安的侄子 从年少的时候谢安就很看重这个侄子 等到他年纪稍长 这个人呢他就有治国的策略 但是他也和他的这个长辈谢安一样 他在最初呢一直都没有在朝廷任职 一直到前秦扶监的军队来侵犯东晋的时候 这时候朝廷非常需要有能够带兵打仗的这些将才 来为国家镇守北方的疆域 于是呢谢安这个时候才举荐了谢玄来担任这个职务 那么当时有人看到谢安呢他举这个举贤呢不必亲就是他为朝廷推荐人才他并不忌讳说这个人才是他的亲职 那么这就说明呢谢玄他一定有足够的才干可以担任这个位置 所以后来呢就让他担任的剑武将军等这个职务 所以在作战的过程当中敌人呢对他是非常畏惧的啊 因此他在肥水之战当中啊就立下了战功 好 那么这也是同样是 好 东晋时期谢氏家族的一位代表人物 好 那么说到谢灵韵 我们在这个谢氏家族的连语当中啊 会看到啊 前面说到诗诗神奇呼梦西唐青草 这这个指的就是南朝宋时期的著名的诗人谢灵韵 就是谢灵韵呢 曾经在永家郡府的西唐 淫诗淫的一天啊 这个永家就是在今天的浙江温州 但是还是没有办法把他写成篇啊 写完整 等到晚上他梦到了一位著名的才子叫谢惠莲 同样是姓谢啊 结果醒了之后 他就写出了池塘生春草这样的一个名句 所以这是诗诗神奇呼梦西唐青草 那么谢灵韵呢 是谢玄的孙子 他从小非常好学 而且读了很多书 在文章在当时是非常著名 被称为江左第一啊 就他的文章写的是最好的 那么后来呢 他在南朝宋这个时期就担任了永家太守 那么并且承袭了祖父的爵位 所以人们都称他叫谢康乐 那么我们看到在谢氏的迎联当中 刚刚提到的巫衣望族凤雨明流 这个凤雨明流 所讲的就是谢灵韵 就是讲的谢灵韵的孙子谢超宗 那么谢超宗啊 他也是非常好学 孝武皇帝就曾经赞赏他说 超宗书有凤毛 凌韵复出矣 这是当时君王对于谢超宗的赞赏 这就是说他的文章学问非常好 那么身为谢灵韵的孙子 谢超宗就有他祖父的风范 好 那么这些都是谢氏家族的代表人我 那么最后一位啊 我们再跟大家介绍一下 谢跳 那么说起谢跳啊 我们都会想起李白曾经写过一首诗 好 这个名字叫做宣州谢跳楼 建别教书熟云 那么里面有一句非常著名的诗句 就是彭莱文章建安谷 中间小谢又轻发 好 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 你的文章啊 就跟汉代的文学作品一样的刚健而清晰 而我的诗风也像谢跳那样的清新秀丽 就是中间小谢又轻发 这里的小谢指的是谁呢 指的是李白非常尊敬的诗人谢跳 谢跳自玄徽 他从小就非常的好学 文章的清丽典雅 而且他书法写得很好 就是草书和历书啊都写得很好 那么他擅长写五言诗 甚至于沈约啊就曾经赞叹过谢跳的诗 说二百年来无此诗 在二百年当中啊 这谢跳的诗是写得最好的 那么后来他担任了上书利布朗的职务 他非常喜欢提拔人才 比如说当时有一些 有的人很有才华 但是人们并不了解 那么谢跳呢 他对于人才啊 也是非常重视 非常爱护的 那么谢跳有一个非常著名的诗句 叫做《苍台一气上,红叶当皆翻》 这是在中书省副诗的时候写下了这首诗 所以他是一个非常著名的诗人 这也是谢氏家族的一位代表人物 那么关于谢氏我们就学习到这里 下面呢 请看周姓 周姓 我们在《姓氏急救篇》当中看到啊 周氏是诸国改为周 从诸国改为周 后来呢就以周作为姓氏 在齐国有周记和周延 这下面都是周氏家族的代表人物 那么春秋有周氏传 那么包括厚汉 魏晋 唐宋 都有许多周氏家族的代表人物 这是 是在王毅宁先生啊 在《姓氏急救篇》当中所举出来的 好 那么关于周氏家族的起源呢 有 它的构成呢 主要有三个来源 就是姚姓曹姓和子姓 首先第一个起源是出自于姚姓 这个姚姓啊 跟历史上著名的大顺 顺王是有关系的 因为顺王他是生在姚须 姓姚 那么姚顺之后呢 有周国 周国是商朝的诸侯国之一 他所在地呢 就是在今天的山东的周城 在山东周城 东南有一个古诸城 在这个地方 那么到春秋时期 诸城被曹姓的诸人所夺 于是呢 周人他就迁到了今天的山东省的周平县 后来是被齐国灭掉了 那么子孙 后世子孙啊 就把这个周作为他的姓氏 所以他的起源 第一个起源是源自于姚姓 第二个起源是出自于曹姓 这个是专须皇帝啊 专须帝高阳氏的后代 陆中 他的第五个儿子 叫做安 是姓曹 在西周初年 他的后裔曹姬被封在诸 就是今天的山东区父 他建立了诸国 这是刚刚我们在王毅林先生的信誓急救篇当中看到 周氏 诸国改为周 后裔为氏 好 那么诸国 后来他成为鲁国的附庸国 到了春秋的时代呢 诸国就往南迁徙 迁徙到了义 这个义啊 就是在今天山东的周城 也称为周国 到了战国时期 诸国被楚国灭掉之后啊 他的公主子孙 国人就把国家的名字作为自己的姓氏 那么这里就有的人姓周 有的人就姓朱 那么诸姓的人 后来有人把义字旁去掉之后就成为诸姓 所以呢 出自于山东周城的周姓和诸姓 其实他是同宗的 就是同一个祖先 这个发展繁衍下来的 只是说他们后来的子孙呢 有的姓朱 有的姓周 但实际上他们的根源都是相同的 好 这是第二个来源 那么再来 第三个来源呢 是出自于子姓 这是在西周初年的时候 周五王 他把商朝的王族 威子启 把他封在宋 这个地方 那么春秋时期呢 他的后人正考府 实义是在周 那么 就是周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现在的山东 区父 也就是后来的孔府所在地 后来子孙就把 这个周义啊 作为自己的姓氏 那么因为正考府 是孔子的祖先 就是孔子的六世祖 所以呢 起源于河南商丘一带的周姓啊 跟孔姓是同宗的 那么这个就是周姓的三个主要的来源 那么我们再简单介绍一下他迁徙分布的情况 那么周氏早期是在山东的境内发展和繁衍 到了秦汉时期呢 有一只迁到了范阳 成为当地的望族 到了西汉之后 范阳的周氏就不断的往南迁徙 迁到了河南的周房 这一支呢 是比较强的一支 在汉朝时期周庭担任襄阳令 在当地安家 后来子孙呢 有人迁到了雍州 在西晋时期 周湛 是一位非常有学问 有才华的人 他担任国子 祭九和少府 那么周湛的子孙呢 有一支就迁到了恒州 到了东晋十六国时期 中原的士族 大举南迁 就是为了躲避战乱 那么周氏呢 有一部分的人 就随着中原的士族南迁的队伍啊 就渡江 到了南方 到江苏浙江一带 那么唐朝初年 陈氏父子 就是陈正和陈元光父子 到福建张州 开辟张州的时候 也带了一部分的周氏的随从 一起到了福建 在唐朝 德中年间 周元 他为了躲避战乱 就从安徽迁到的福建 在北宋时期 有周易 他在元又年间考中了举人 他是常乐人 所以在北宋时期啊 就已经有周氏家族的子孙 居住在了广东 到了南宋时期 泰宁人周应隆 任初权参之正式 他的子孙呢 就散居在福建 还有广东这一带 好 这是周氏家族在历史上的 这个代表的 就是迁徙分布的简单的介绍 那么关于 周氏家族的唐号 在这里举了三个 一个是节食唐 一个是封建唐 封建唐 还有范阳唐 那么范阳啊 这是 主要是以他的 这个 这个 俊旺 范阳唐呢 这是 在秦汉的时期 周氏家族的子孙 有一只从山东迁到了范阳 并且发展成为旺族 所以他们就以范阳 这个俊旺呢 作为唐号 那么另外两个唐号 结食唐和封建唐 这个跟周氏家族的两位代表人物有关 一位是周延 还有一位是周济 那么周延 是战国时期 一位精通阴阳盛衰新王之道的一位著名的学者 在燕昭王曾经为他建造了结石宫来礼聘周延 所以后世子孙为了纪念这个家族的荣耀 就把唐号其名叫结石唐 而奉建唐呢 则是跟周济有关 在历史上周济 奉其王纳建 所以周氏子孙把唐号称为奉建唐 那么这段故事啊 记载在刘相所写的这篇文章里面 周济奉其王纳建 这个故事也非常有趣啊 就是周济 这个刘相记载啊 周济是修八尺 就是他长的身体啊 长得很高大 很修长 这个八尺呢 八尺多 是战国时期的 这个长度单位啊 那么战国时期的一尺 大概是我们今天的七寸左右 所以 这个八尺有余啊 这是一个美男子的 这个身高 形貌毅力 就是周济他长的呢 非常光艳美丽 当然这个光艳美丽 又一般都是来讲女人的 这说明他是一个美男子 长得非常的俊秀 那么有一天呢 他就穿着上朝的朝服 把衣服 帽子都穿戴的整整齐齐的 就在那里照镜子 他就问他的妻子说啊 我跟城北的徐公比起来 谁长得更好更美呢 他的妻子啊 就不假思索 马上回答他 说你长得比徐公美多了 徐公哪能跟你相比啊 因为城北的 因为城北的徐公呢 是齐国的一位美男子 公认的 人们都说他是长得最 最帅的 最美的 那么周济听了夫人的话 他觉得有点不相信 他就又问了他的小妾 他说呢 我跟徐公到底谁长得美啊 小妾就说了 徐公哪里能跟你相比呢 跟您相比 等到第二天 有客人从外面来 于是周济呢 和客人坐下来谈话的时候 他也问了客人同样的问题 所以我跟徐公啊 到底谁长得美 客人就说啊 徐公比不上你的相貌这么美 所以得到的答案 问了三次啊 他所得到的答案都是一样的 等到又过了一天 这个城北的徐公啊 亲自来拜访和周济见面 这时候周济就有机会近距离的 仔细的看看徐公的长相 那么他自己评估了一下 觉得他和徐公相比 差距还是很大的 当然没有徐公长得美啊 那么后来他又自己照了镜子 在那仔细的比对啊 就发现他跟徐公的长相差距太大了 当然还是徐公长得美 到了晚上周济就在那里 思考 为什么他问了妻子小妾和客人 得到的答案都是相同的呢 这时候他总结出来啊 我的妻子说我美 这是因为对我很偏爱的缘故 而小妾认为我美呢 是因为她敬畏我 害怕我 而客人认为我美 这是因为客人有求于我 所以一定要说一点好听的话 巴结我 巴结我嘛 不然事情就办不成了 是吧 好 于是周济就到了朝廷当中 去见了君王 这个君王就是齐王啊 并且跟齐王觐见说啊 他说我知道我没有成北的徐公 长得那么美 但是我的妻子因为偏爱我的关系 所以 好 这个还有我的小妾因为敬畏我的缘故 还有我的客人因为有求于我的缘故 他们都跟我说我比徐公美多了 这是发生在我家庭的一件事情 而今齐国啊 方圆千里 有120多个城市 那么在齐王您身边的这些宾妃们都跟我的妻子一样啊 都是会偏袒大王您 而朝廷的大臣们也都很敬畏大王 在我们国家的四面八方 许多的人们都是有求于大王您的 那么从这一点我们就可以体会到啊 大王您在许多问题上面往往因为这些原因就看不到事实的真相 很容易会受到蒙蔽 齐王听了之后觉得很有道理 于是下令当下了一道诏令 就说呢 在大臣当中啊 这个能够当面指责寡人过失的会受到上赏 我会给他一个很丰厚的赏赐 如果能够写这个奏折来劝谏寡人过失的手中赏 这个赏赐呢 比当面指责过失呢 要略为少一点 那么再来能够 棒击于世朝 就是说能够在公共场所啊 议论寡人的过失的 并且这个议论的声音传到的寡人的耳朵 手下赏 我同样呢 会给你赏赐 于是齐王的这个赏令颁布了之后啊 这个大臣们呢 就纷纷的来提意见 来觐见 是历史上记载是门庭若逝啊 一个接着一个 那么几个月之后呢 就因为君王的过失越来越少了 所以偶然呢 就会听到觐见的声音 那么过了一年之后啊 虽然这些大臣还有百姓们 很想要提意见啊 但是呢 已经提不出什么好的意见出来了 因为在这一年当中啊 君王都已经把臣子和百姓们所提的意见啊 他认为有道理的就把他不断的改进啊 所以齐国在这个时候呢 他的国力就大大的增强了 于是燕国赵国韩国和魏国听到了这件事情之后啊 于是都纷纷的向齐国来朝贡 这就是所谓的战胜于朝廷 也就是说你身居在朝廷当中不需要用兵啊 不需要出一兵一组啊 就能够战胜了敌国的国家 这个是历史上有名的 周记奉齐王那建 这也是周氏家族的唐号 奉建堂的由来 那么再来呢 我们为大家介绍一下周延 在万幸同谱当中 这个周记这里有提到 周记的介绍当中有提到 齐有三周子啊 就是齐国啊 有三位周氏家族著名的代表人物 一位是周记 就是我们刚刚介绍的啊 那么第二位就是周延 周延啊 他是战国时期阴阳家的代表人物 也是五行学说的创始人 在战国末年 他是生活在齐国 因此呢 我们说到周延啊 就 读过历史的 就会想起他的几个著名的学说 关于五行的学说 武德忠史说 以及大九周说 这都是周延所提出来的 那么他同时也是纪夏学宫的一位著名的学者 因为他所谈的都是天士 所以人们就称他为谈天眼 那么周延 他在这个侍奉燕惠王的时候啊 是尽忠职守的来辅佐君王 但是君王因为在这个期间听信了小人的谈言 结果周延啊 就被这个烟灰王啊 把他关到了牢狱当中 那么这时候周延他是很冤枉的 因为这是一位很有学问很有道德的一位大臣 于是他在狼狱当中啊 就仰天大哭 向上天诉说他的冤情 结果这个时候呢 在夏天啊 天上就降下了霜 那么周延这个冤情啊 跟我们后来看到 这个小说故事里面的豆娥冤 是一样的 豆娥是六月飞雪 那么周延他这个冤情啊 是夏月降霜 夏天的时候下霜 那么他的一生也有很多传奇的故事啊 比如说在烟 烟谷 有寒谷啊 这种谷呢 他是不生鼠祭的 结果周延啊 他吹绿啊 这个绿指的是我们中国古时候音乐啊 有十二绿 十二绿当中有阳绿 那么他吹 吹奏这个绿 阳绿的音乐的时候啊 好 结果呢 这个 暖气声 天气就发生了变化 原本这种寒冷的天气呢 就变成了温暖的天气 那么这是一位很有传奇色彩的 一一位 这个贤德之人啊 后来他到了梁 到梁国的时候 梁王啊 对他很尊敬 所以 这个公公静静的来迎接他 他到了赵国的时候 平原军呢 对他的礼敬 恭敬呢 也是体现在这个礼节上 平原军呢 他侧行 侧西 好 这意思就是说啊 他亲自用衣服来服饰这个作息 就是把要给他坐的位置啊 他平原军自己用衣服把它擦干净 表示一种尊敬贤者的态度 到了燕 燕国的时候 周延到了燕国啊 燕昭王 拥惠先驱 这拥惠呢 就是燕昭王他亲自拿着扫把去 帮他打扫环境 来等待贵宾的降临 就是表示呢 对这个贵宾非常恭敬 所以周延在战国时期作为阴阳家的代表人物 他受到各国的君王 以及像战国四公子之一的平原军 都对他呢 是特别的尊重 那么我们就要来了解一下啊 周延他所提出的学说主要的内容是什么啊 我们在这里也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介绍 那么刚刚说过 周延他的学说主要是有五行学说 五德宗史说 以及大九州说 这些学说主要都是他阴阳家 作为阴阳家的一个观点 那么我们之前有讲过混元三教九流图 这个图也挂在我们这个墙上 你看 混元三教九流图 这是主要讲到是三教 鲁师道三教是一体 九流是一元 百家一礼万法一门 其中谈到阴阳 这里就说阴阳顺天 他是顺应天道的 因此百家学说都有他各自不同的特点 他在某些方面的这个学术的成果 以及他的学说呢 都可以阐释宇宙当中的某些方面的一些真理 因此呢 无论是三教还是九流 我们在混元三教九流图当中都看到 那么都是从古至今呢 都是被许多君王 圣贤人都非常恭敬的 非常肯定的 周延的武德中史说 是他所提唱出来的一个学说 在史记当中 孟子寻清列传 这里面就有富有周延的 这个简单的传记 这是我们刚刚说到的 就是周延 那么我们看到万幸同仆 对于周延的介绍呢 应该也是出自于史记 就是说周延 他被齐王所重视 那么他来到梁国的时候 梁惠王 就是执兵主之礼来接待他 到了赵国 平原君呢 侧行别席 用衣服帮他亲自服侍这个坐席座位 表示恭敬 到燕国呢 是燕昭王 庸惠先驱 那么 这个君王亲自啊 坐 他是坐在弟子的位置之上 那么把周延呢 尊奉 把他 请到了老师的位置之上 就是向他求教 那么主 节食官 身亲往 失之 这个节食官 也就是刚刚我们谈到的 这个周世家族有一个堂号 叫做节食堂 就是 这个节食堂就是来自于燕昭王 他昭贤的时候啊 为了礼聘周延 所以就为他建造了一座节食宫 那么可见呢 作为战国时期阴阳家的代表人物 他受到各国的君王的欢迎 各国的诸侯的当中啊 是非常著名的 好 那么史记当中也记载哈 他的这个阴阳学说是 深观阴阳消息 对阴阳五行的道理呢 这个深入的去体悟和探讨 而作惯于之变 忠实大圣之篇 十余万言 并且也有简单的介绍他的武德转移和银海九州的学说 那么史记的风扇书当中也有谈到 在其威王 其宣王的时代啊 周延他和他的门生 都在讲论了武德忠实这个学说 那么周延也把阴阳主运这个学说呢 在诸侯当中去传播 所以诸侯这些君王对于周延都特别的恭敬 所以我们在 实际周延传里面就可以看出周延的学说啊 他是在五行的思想体系当中 做一个发挥 就是从重的时间的角度 以及横的空间的角度来进行发挥 那么空间的方面呢 就是他的银海九州之说 而从时间的方面呢 则是武德忠实说 那么武德忠实 他是采取五行相盛的循环的定律 因为我们之前在学三字经的时候 有看到这个图啊 就是五行相生相克图 那么五行金木水火土之间啊 他们有一种相生和相克的关系 可是周延的这个学说呢 他主要采取的是五行相生 相盛的这种循环道理 那么用这个道理来解释 历史演变当中的一个朝代的更替现象 那么把五行相盛 作为一种不可抗拒的力量 来推动历史的演变 这也就是说 比如像我们昨天谈到皇帝 那么为什么皇帝 他这个帝王的名字称为黄 为什么这个炎帝称为炎 那么这个是五行的颜色 他和他们在这个时代 他的比如说他是土德就是黄 火德就是炎 与这个时代他们的五行之德是有关系的 所以我们从他的性质上来看 可以看出呢 武德宗史其实是一种历史哲学 那么通过这种历史哲学 我们就可以了解到 这个朝代的兴衰以及历史的演变的规律 这是周延的武德宗史说 好 那么根据周延一说考 这篇文章的研究 他的周延的武德宗史呢 是以五帝的这个德土德 就是皇帝专须帝库尧顺这五帝 以他们的以这五帝为土德 好 那么这五帝呢 这个当然三皇五帝啊 这个在不同的典籍当中会有不同的说法 那么在这里所说的五帝 我们是按照史记的说法来定的 他们都是皇帝的血统 好 所以这五帝是土德 那么牧圣土 所以雨下 就是这个大雨 这个雨王啊 这个下朝 它是牧德 牧圣土啊 我们看一下这个五行相生相克啊 这个木和土 你看木和土之间是一个相克的关系 所以它这个五行相胜 这个木胜土 土胜水 水胜火 火胜金 金胜木 实际上就是木克土 土克水 水 水克火 火克金 金克木 相克的关系啊 那么木圣土 所以雨下它是木得 木得 木克土嘛 所以雨下呢 就接替了顺王的军位 金圣木就是金克木 所以商汤就是金德 就是这样来推演啊 好 火圣金就是火克金 所以这个 这个武王 周武王 周成王以下的周朝就是火德 好 这是周延的武德宗史说 那么有人就会提出一个疑问啊 就是说 为什么周延的武德宗史说 他所采用的是五行相克 就是五行相胜 而不是用的五行相生呢 王孟欧 他在周延一说考 这个研究当中啊 他是认为 他是认为说 这个 武德当中缺水德 缺了这一个五行当中缺了一个水 那么周是火德 就是这个周朝啊 就是周延他所在的这个时代 而当时周的天命 已经到了要改意之时 因为到春秋战国了 战国时期 这也是周朝逐渐要衰微 就战国七雄起来的时候啊 那么周朝的八百年的国运呢 也走到了末年 这是人人都可以见得到的 所以周延这个学说 为什么在战国时期 被秦国 齐国 楚国 燕国 这么多的诸侯国 他们的诸侯王 都非常欢迎 喜爱他的说法呢 就是 就是说五行学说 就是符合他们的当时的想要称霸的这种想法 那么提倡这个五行 这个周延的五行学说呢 就知道说代替周朝要在重新 这个统领江山的一定是水德 因为水圣火水克火嘛 那么这一点呢 我们再看一下史记当中的这个秦始皇的本记 你看秦始皇他统一天下之后啊 因为秦始皇他也非常认同这个武德宗史之说 所以他认为说周是火德 那么秦要代替周德 要用水 水克火 所以从秦朝开始啊 就以这个水德 秦朝这个国就是这个朝代的开始 就是水德 由周的这个火德转变为秦的水德 因此呢 秦始皇的时期啊 他改年史朝贺 他都是从十月朔 然后呢 再来他所定的这些衣服 比如说他穿的服装 我们要是看古时候留下来秦始皇的画像啊 他穿的都是黑色的 这个黑色就是代表水德 还有用的旗子等等的都是黑色的 再来数字是以六为计 那么 扶法官都是六寸 这个车子也是六尺 六尺为布 乘六码 这些呢 都是跟他这个水德有关 把河呢 改成的名称 改成德水 作为水德之开始 再来呢 这个秦朝啊 你看我们看秦朝在治理天下的时候啊 他非常注重法律 规章制度 就是这个李斯在 变法的时候啊 就强调要用严苛的法律来治理国家 好 那么这和这就和之前 好像周朝时期啊 更早的下商这些时代啊 都是重视伦理道德 重视仁义 是完全不同的啊 到秦朝的时候就是 比较重视用严寻俱法来治国 好 那么从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出啊 作为战国时期著名的阴阳学家周延 他的这个学说 虽然他的写的书啊 到我们现在啊 基本上已经失传了 看不到了 但是呢 他的思想 却被这些君王所接受 好 那么汉朝的刘相和刘新父子 后来呢 就有把五行相生 好 为武德忠实的事迹 就是他从福西的穆德 开始算起啊 那么这是 这个说法和先秦的 好 有一些文献的记载啊 不能够相完全相和 那么总之呢 我们通过对于周延的 武德忠实学说的了解 就才知道说 为什么他到了各个诸侯国 都那么受欢迎啊 就是因为他的这个理论 他的这个学说 就符合当时政治的需要 当时诸侯王的一种需要 好 那么关于这个 周氏家族的介绍啊 我们就介绍到此地啊 那么我们啊 在这里再补充一下 就是 关于 周氏家族的迎连 那么这里就跟 周延 有一幅连跟 周延就有关系 就是 古秦自见 寿相印 旧学成功 观阴阳 那么这 这一幅连啊 就把我们刚刚 介绍的 周记 以及 周延 都包括在其中 好 上面说 这个古秦自见 寿相印 指的就是 这个战国时期 齐国的大臣 周记 因为周记呢 我们刚刚介绍的是 周记 讽齐王 纳建啊 那么 他当时 在 自我推荐的时候 他曾经 用古秦 自 自见 向齐威王啊 进说 他的观点 所以三个月 就受 齐国的 向印 齐威王呢 就非常 重视 看重他 那么他当 这个 宰相 丞相的 期间 我们刚刚介绍的 讽建 齐王 尽贤 纳建 就是 这个 周记 所提出来的 那么 帮助 齐国 整 就是 整编他的军队 以及 他政治上的一些规章制度 并且推行法制 这就使得齐国在短短的时间之内 国力啊 就一下子提升起来 好 这是 上连 这是 讲的 就是周记 那么这个下连 就学成功观音阳 指的就是刚刚介绍的周延 那么周延 他学旧天人 而且他很有变才 所以为什么称作谈天眼 这是他在 好 创这个阴阳学说的时候啊 就把五行 始终 也有说五行中始 这个学说啊 身观阴阳消息 就是把天道事运的转移 讲述的非常的清楚 好 那么这个是周氏家族的影连 那么另外一个连啊 是 源自猪楼望出泛阳 这就把他的起源和俊旺 讲清楚了 你看 这个 源自 周氏家族啊 他是源自猪楼 就是说 周姓他是起源于 猪楼谷国 那么下连是指的 周姓的俊旺 就是泛阳 以泛阳作为他的俊旺 好 那么这个姓 周姓啊 我们就介绍到这里啊 下面介绍的这个姓 大家可能不常见 就是比喻的欲 比喻的欲 它的起源是 出自于哪里呢 那么 这个王毅林先生说 合成天云豫章人 那唐朝有豫福 宋朝有豫书 这都是历代的代表人物 好 关于 欲姓的起源啊 这是 源自于 这个春秋时期 在春秋时期 好 那么据历史记载啊 玉是 玉呢 是郑国的贵族后代 好 就是 那么这个也跟姬姓 好 就是周王朝的姬姓 是有关系的 好 传说当中 周王室的贵族 叫做 鱼 米 好 他这个鱼是三点水的 这个鱼 好 他在周还王的时候担任郑国的司徒 好 后来呢 就以鱼 为姓 好 那么这个鱼是三点水的鱼 那么这个三点水的鱼啊 也做玉 炎字旁的这个鱼 到了汉朝时期 苍吾的太守 叫做玉蒙 那么当时也是为了避会的关系 为什么呢 因为汉景帝的皇后 阿鱼就是三点水的鱼 就是为了避景帝皇后的会 所以把这个玉姓啊 改成了口字旁的就变成比喻的这个玉 到了东晋时期 好 玉蒙的后代玉归 也是改成了这个口字旁的玉 好 所以从此之后史书上呢 就没有用这个言字旁的玉了 都用的是口字旁的玉 就是后代啊 我们刚刚说到这个 玉蒙 他的后代 这是在冬季时期 担任屈腹令 他叫做玉归 他是玉蒙的一孙 所以玉归他改成口字旁的玉 所以言字旁的玉啊 就再也不用了 是这样的一段历史 这个是玉式的来源 好 再来呢 玉性也有出自于外性改性而来的 好 这个在许多姓氏当中都很常见啊 这个姓是改姓改成了玉姓 那么在通智的士族略当中啊 就有记载玉姓有一只 它是出自于米姓 好 就是楚国的公子 石彩 在南洋在南洋的鱼斗亭 所以就把地名作为姓氏 就是鱼斗氏 后来呢 就简称为鱼氏 那么之后又融合成了口字旁的这个玉 那么再来呢 玉姓有一只是鱼姓所改过来的 好 那么这个在宋史的如临传和姓愿当中就有记载 好 在南宋建言时年间有一个一位晋士啊 叫做鱼书 这是一位多才多艺 很博学多才的读书人 同时呢 他也有世人之名 所以宋高宗呢 就赐他姓玉 那么本来他的这个鱼是没有口字旁的鱼啊 那么皇帝给他赐了这个姓 就是有口字旁的鱼 好 那为什么赐这个姓呢 就是说因为他非常博学多才 而且能小育一切 所以赐他姓玉 好 那么关于鱼姓的这个俊望啊 有三个主要的俊望 这是他在发展的过程当中呢 逐渐形成了河东郡江夏郡和南昌郡三大俊望 并且发展为望族 这也就成为了玉士家族世世代代的唐号 就是以俊望作为唐号的 比如河东郡江夏郡和南昌郡 都是于世家族的唐号 好 那么像江夏 江夏这个俊望啊 江夏郡它是西汉初年的时候设的 它所在地呢 在我们今天的湖北北部和河南西部这一带 他的治所本来是在这个安禄 也就是湖北云梦 后来移到了武昌 就是湖北厄州 那么豫章郡呢 这也是在汉朝的时候所治的郡 在治所是在南昌县 也就是今天的江西 这是豫章郡 所以我们看到玉士家族的迎联 其实这个迎联啊 我觉得非常好 为什么我们通过这个迎联 把它的来源 俊望以及代表人物的事迹 都非常凝练的写在了这个迎联当中 这让后世子孙 一看到这个对联啊 就知道说 我们这个家族的来源 是来自于什么姓氏 那我们的郡望出自于哪里 这是一目了然 所以这迎联是很有意义的 于是家族的迎联呢 有一幅就是原字玉士 这个玉啊 就是言字旁的玉 旺出南昌 旺就是郡旺 郡旺 旺出南昌 这是指的 这个玉士家族 有一个 这个 南昌堂 就是他的三大郡旺之一 就是南昌 那么这是玉士家族的迎联 接着呢 我们为大家介绍一下 玉士家族的代表人物 那么这个代表人物啊 可能因为这个姓氏啊 相对来说是比较少见的 不是非常常见的一种姓氏 所以我们对于他的代表人物 大多数人应该是不是那么熟悉的 所以我们举几位著名的 我们在外姓同谱当中啊 举几位代表人物给大家做一下简单的介绍 首先是汉朝的玉蒙 玉蒙自娇孙 他在汉河地时期担任苍武太守 那么他任官的时候啊 非常清正廉洁 所以老百姓对他都很尊敬 也很赞颂他 并且啊 还赞给他写了颂文 余为苍武娇指之玉 这是汉朝的玉蒙 是一位清白的官生很好的官员 是地方官 在苍武担任太守 好 再来 这个玉和 玉和自匡孙 他是南昌人 他非常好学 学问特别好 但是这是一位 跟我们前面具介绍的很多隐士一样啊 他虽然德行学问很好 也很有才干 但是他对于荣华富贵这方面呢 一点都不羡慕 也不向往 他就一直在庐山 北部隐居 那么穿着 好 破旧的布衣 每天呢 吃着蔬食 都是清淡的饮食 就这样三十多年的时间 都是担任饮室 那么五帝时期啊 君王想要征召他起来认官 知道这是一个很有德行学问的人 但是他还是不愿意到朝廷去认官 我们就看到中国历史上有很多这样的高人 就是本身他的才华能力 其实是足以能够为国家帮助君王来治国平天下的 但是呢 他们宁愿过着与人无争 于事无求的生活 过着这种淡薄宁静的生活 不跟天下人争名夺利 因此呢 在史书上啊 也有他们重要的一笔 许多《隐异传》当中啊 就记载了历朝历代 许多德行学问非常好的隐士 那么虽然他们没有建功立业 但是他们为世人做出了一个最好的榜样 就是不去争名夺利啊 好 在南北朝的时期还有玉西士 他在南起时 是用试殿先圣先师的礼乐 这个试殿的典礼啊 我们在祭祖和祭孔的时候都会接触到 就是祭祖祭孔 这是一种代表孝亲尊师的一种礼 在这个过程当中要治礼做乐啊 他有要演奏一些乐章 那这其中祭拜的过程当中 这个礼也都是很有讲究的啊 所以玉西士呢在南北朝时期啊 他主要的做的事情 就是关于这个试殿之礼 那么唐朝时期还有玉符 这个在《姓氏急救篇》当中就有举出来啊 玉符 这里介绍的很简单啊 他就说到 他夜肚子微不欲 他就说了一句话 一首诗啊 说我是吴启罗千粉宜不受 这是他的一个名句 那么接着我们介绍宋朝时期 有一个人叫这个玉书 这个书这个字啊 左边是木字旁啊 这个字是比较生僻的字啊 念书啊 玉书 玉书自子财 他在宋朝建德年间 从小呢 就是仰慕 一落之学 所以他跟着洋食学习 学习儒家的教育 那么在建严年间 他考中进士 担任这个官职啊 做到了公部 园外郎 并且呢 到齐州 担任地方官 到了孝宗 就是宋孝宗 即位的时候呢 把他提举到了浙东一带任官 那么古时候啊 许多人都是这样的 你看他学问学得非常好 同时他也能学以致用 让他到地方任职呢 又把这个地方治理的 井井有条的 百姓呢 也都对于这样的好官员 非常爱戴啊 那么特别是学习儒家教育的 这些读书人 能够用孔老夫子的仁耐之心 来认官 那么这个是百姓的福音啊 那玉书这个人 他为人非常正直 而且对于他所认识的这些人 朝廷当中的这些人呢 以及他认识的一些读书人呢 他有一个很强的本领啊 这一点跟袁了凡先生很像啊 你看了凡先生 在了凡私讯里面能够看到 他看到一个读书人 能不能考中 能不能考中举人 考中近视 他一眼就能看出来 那么这一点呢 玉书啊 他也具有这种 知人善认的本领 比如说他曾经就说过 沈慧和张九成这两个人呢 考近视的时候能考中第一名 后来果然就不出他所料 他们考中了第一 那么这个玉书这个人也很有个性 他有两个女儿 就两个女儿 代字深归啊 就有许多的富贵人家 都想要和他结亲 想要娶他的女儿 但是玉书啊都没有看上 他不是为了这个富贵啊 不是想把女儿一定要嫁到富贵人家 作为父母来讲 他一定是要多方面的考虑啊 特别是看看对方的家风啊 他的德行怎么样啊 要从这个角度 为女儿的终身大事着想 可是后来呢 当他遇到了两个人啊 汪洋和张孝祥 因为我们前面说过啊 玉书这个人他很会看人 这个人有没有才华 有没有德行 都逃不出他的眼睛 所以他遇到汪洋和张孝祥 发现呢 哎这两个人可是个成龙快婿 这我要女儿嫁给他们 这是这个是值得托付的人 所以就把女儿嫁给他们 这都是一个读书人 他的眼光和见识 跟世俗人不同 世俗人觉得你看富贵人家 都想要来和你结亲 那把女儿嫁给这样的家庭 不是很好命吗 但作为读书人 他的看待问题 不是这样的眼光 那玉书他的著作 都是关于圣贤经典的著解 有中庸大学和论语的著解 和玉权与路 好 所以虽然玉氏家族啊 这看起来不是一个非常常见的一个姓氏啊 但历朝历代呢 也出现了很多很有代表性的人物 好 那么刚刚说到的这位玉书啊 就是后来被皇帝赐姓为玉啊 因为他本来是叫姓鱼啊 是没有口字旁的这个鱼 后来次姓为玉 所以叫做玉书 他是鱼药的后代 好 接着呢 我们为大家介绍一位 好 玉氏家族的代表人物啊 好 这也是好 很有代表性的 叫做 好 预告 好 这个玉号啊 他号手穷金啊 这个号 他是浙江杭州这一带的人 那么本身他出身很卑微 只是一个建筑的工匠啊 那么在历史上记载 他大概是生活在五代末年和宋朝 北宋的初年 好 这是因为他只是一个普通的建筑工人 好 所以历史上呢 记载的资料啊 不够完整 好 他在北宋初年呢 是任职都料将 好 都料将是负责掌管设计和施工的 木工的名称 好 所以他的实践经验就非常的丰富 好 长期的在这个建筑实践当中累积了许多的经验 好 因为他很 好 玉号他很善于向别人学习 好 所以对于木结构的建筑 他有丰富的经验 好 在历史上有许多这个多层的宝塔 跟楼阁的这种建筑啊 好 这种形式的建筑是他最为擅长的 所以欧阳修先生在归田路当中 就介绍过 这个 玉号啊 他所做的开宝寺的塔 好 就对他做了一个介绍 这个塔 做的非常特别 好 这个开宝寺塔在宋朝时期 京师 各个塔当中 它是最高的一个塔 而在建造的过程当中啊 建造的很精细 好 这就是宋朝的都料将玉号 他所建造的 好 好 那么塔刚刚建成的时候 人们一看呢 哎 这个塔为什么是歪的 就是他 往西北方向倾斜 好 人们呢 就觉得很奇怪 说你怎么盖了一个斜塔 好 盖了一个歪歪的塔 于是玉号就回答他说啊 因为京师这个地方啊 这个土地很平坦 而没有山 但是西北风特别大 好 那么这个西北风这样吹下去啊 我现在稍微给他盖的 有一点歪歪的 往西北方向倾斜啊 那么不用到一百年的时间啊 这个塔就会被风给吹正了 好 那么后来果然这个事实就证明了 好 玉号的 好 这个推想 好 就是他非常用心的盖这个宝塔 那么在宋朝时期 欧阳修是评价啊 对他有很高的评价 说他是国朝以来 木工 一人而已 就是宋朝啊 开国以来啊 要是木工工匠当中首屈一指的人物 就是玉号 好 所以一直到欧阳修这个时代啊 就是木工 他们在建造宝塔 好 那么建造这个楼阳都是以玉都料就是玉号他的留下来的这些经验和法度作为标准 是传 这欧阳修先生说啊 那么传说当中呢 玉号他有一个女儿十多岁啊 每次躺在床上呢 好 一定两只手交叉在胸前 好 为结构状 好 很多年都是如此啊 那么他有 好 著作传世 叫做木 金 好 传世 就是把他 在建筑的实践当中 所总结的一些经验啊 都写在这本书当中 他有三卷啊 传于世 好 那么关于这个玉世家族代表人物啊 我们就介绍到这里 那么在 这个专用银帘啊 就预示的专用银帘当中啊 还有一幅帘 叫做 长笛临峰 做树弄 聚注入库 记六种 好 上脸 长笛临峰 做树弄 这是唐朝时期的一位著名的读书人 好 叫做玉智 他自民众 是 木舟人 就是今天的浙江 一带 好 那么他因 非常会吹长笛 好 他就带着长笛啊 到处去走 每次出门的时候 一看到山水风景非常美的地方 他就马上呢 临峰 吹着长笛 好 这就是长笛临峰 做树弄 好 下面这个连啊 聚注入库 记六种 这个讲的是清代的学者 叫玉国人 玉国人自春山 他是湖南人 好 他从小也是读了很多的书 而且著书历缩 留下很多著作 好 写下了35种的著作 那么其中有六种被编入了四库全书 包括周易辩证和和若定义战等六种著作 所以这里说 聚注入库记六种 好 那么这也是家族很荣耀的一桩事情 好 能够所写的著作能够编入四库全书 这说明呢 这是被四库管辰所认定啊 这是非常有价值的作品 才会入库 入到四库全书当中 好 关于玉石家族的介绍 我们就学到这里啊 接着来看下一个姓氏 好 我们接着看百家姓啊 第53页的第四行 好 下面的一句经文 薄水 豆 张 好 下面呢 我们就开始学习 薄 薄姓水姓 豆姓 还有张姓 这个薄姓啊 他的起源 在王毅宁先生的著作当中谈到 薄是 古帝啊 就是古时候的帝王啊 有薄皇室 这是在 列子的穆天子传当中 有记载 薄天主车 主车 那么薄国呢 是在汝南西平县 后世子孙啊 就以这个国家的名字 薄作为他们的姓氏 好 周宇谈到 晋十一族呢 有薄位 有薄直 在庄子里面也谈到 薄举 他是师从于老丹 也就是老子 那么汉唐 各个朝代啊 都有薄姓的代表人物 比如说唐朝的薄良器 因此呢 我们在看万幸同仆 也是这样记载的 这个魏郡呢 魏郡是他的郡望 他还有个郡望是己阴 万幸同仆是引用了 风俗通的记载 说这个薄姓的来源 是古薄皇室之后 古时候的帝王叫薄皇室 那么他的后代 姓薄 所以这个薄姓的起源啊 是比较古老的 我们看一下薄姓的起源 其实主要是 有 这个两种起源 第一个呢 他是出自于古伯国 那么在上古东方部族 有一位首领 叫做伯皇室 他名叫支 那么因为伯皇室族啊 他是以伯术作为这个氏族的图腾 所以又称为伯之 那伯之 他曾经是福西的大臣 他居住在伯皇山 伯皇山呢 所在地啊 就是今天的河南陈流县这一带 所以他的后世子孙 就以伯作为自己的姓氏 那皇帝的大臣伯高 在传说当中 他就是伯国的开国的君王 伯国也叫做伯子国 也是在今天河南 这个西平县的伯庭这一带 所以伯高 他是伯国的开国君王 伯国这个国家 他经历了下朝商朝和周朝之后啊 在东周时期 也就是春秋时期 被楚国灭掉了 后来他的子孙 就把伯作为他的姓氏 还有一个说法是 还有一个来源是出自于迎姓 在史记当中记载啊 姚帝有一位大臣 大臂 他受命辅佐顺王 那么他善于调寻鸟兽 所以这些鸟兽在他面前啊 他都能够把他驯服 所以 这就是伯义 那顺王啊 赐他姓银 所以他的后世子孙就以伯 作为他的姓氏 好 这是 关于伯姓的 两个主要的来源 那么他的俊旺啊 我们看万幸同谱谈到未俊 还有几因 这是他的主要的俊旺 我们在博士家族的迎联当中就谈到 看到源自伯国旺出几因 这幅联呢 就讲出了他的起源 是源自于伯国 郡旺呢 则是出自于几因 就是几因郡 好 那么今天的 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 薄姓啊 我们 这个余下的内容呢 我们留待下节课啊 在共同来学习 今天呢 我们就学习到此地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